哦,等一下,重新来 1,2,3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动画合成的,而是伪装的章鱼 很可能在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比章鱼更擅长伪装了 伪装大师变色龙,他是通过分泌荷尔蒙来改变颜色 所以最快需要20秒左右的时间 而章鱼真的可以在一眨眼前就能改变身体的颜色 甚至可以改变皮肤的质感 不仅如此,章鱼还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在智力方面,如果人类是脊椎动物的顶峰 那么章鱼毫无疑问就是无脊椎动物的顶峰了 章鱼是如何拥有这种伪装能力和高智商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种奇怪的生物 五一年前,海洋中生活者如短棒角石、内角石、防角石等头足类祖先 你看,它们都有外壳 但是在大约1亿4千万年前的终身代中后期 如板齿龙、苍龙、鱼龙等有兼齿类怪物的出现 开始威胁到头足类的生存 最后,头足类生物必须变得更快,更会隐蔽 以躲避它们的攻击,并朝着减小壳的方向进化 只有那些外壳缩小的个体才能幸存下来 而这些个体变成了现在的乌贼和章鱼 日本动物学家本川大男对此表示 章鱼从防御指向型转变为运动指向型生物 就这样章鱼脱去了外壳变得更加敏锐 但它那裸露在外的稀嫩身体仍然是它的弱点 所以它们需要其他技能来生存 其中一个技能就是变色 正如前面所说,章鱼可以在瞬间改变身体颜色 并改变皮肤质感 使之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章鱼皮肤时 就会发现 它们的皮肤表面上分布着黑色 红色和黄色的色素囊 这些叫做色素细胞 色素囊被肌肉包围 当需要颜色时就拉长含有相应的色素包 就像你把一个装有染料的气球充气时 你就会看到染料的颜色 章鱼通过增加和减少这些成千上万的色素囊来改变颜色 形成条纹或者斑点之类的图案 另外要形成黑色红色黄色以外的颜色时 会使用分布在色素细胞下方的红色囊炮 这里有一种叫做反光素的蛋白质 会散射特定波长的光 从而产生蓝色或绿色等金属性结构色 更重要的是 分布在皮肤里的白色素细胞 它能反射大部分的光 使皮肤变白 还不止于此 皮肤周围的凸起会根据情况随时变得凹凸不平 并表现出于周围环境协调的质感 章鱼的变身术是由上面几种细胞和组织的绝妙组合产生的 美国海洋学家罗杰汉文研究发现 章鱼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改变177次颜色 就是这种高超的伪装技术 使它们在没有外壳的保护情况下 成为了地球上海洋中最成功的软体动物 但科学家们有一个问题 要知道章鱼是色盲不能分清颜色的 但它是如何正确识别周围的环境的 并改变身体颜色与之适应的呢 直到2015年 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浮出水面 动物行为学家德斯蒙德博士发现 章鱼不仅用眼睛 也用皮肤感知世界 他采集了章鱼的皮肤组织进行实验 你可以看到皮肤色素囊的大小 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吗 他说章鱼只用皮肤上的光瘦体 就能快速感知周围颜色 而不需要通过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 在它们的皮肤上 发现了眼睛的视网膜细胞中也有的蛋白质 叫做湿蛋白 这也是章鱼通过皮肤感知世界的证据之一 后来对章鱼神经系统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 学界也有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发现 首先章鱼的身体里有五一个神经元 这是软体动物蜗牛的两万五千倍 是猫的两倍 更令人惊讶的是章鱼的五一个神经元中 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神经元在大脑中 其余的大部分神经元分布在八条腿上 华盛顿大学的多美尼克西维利利 在两年前举行的宇宙生物学会议上说他发现 就像这段视频中看到的 章鱼在寻找食物时不是以大脑为中心进行判断 而是由多只脚独立判断和认知情况的 因此即使大脑很小 也比其他动物有更好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 如果外星有智慧生命的话 也许会有着像章鱼一样与人类不同的认知系统 同样澳大利亚全自然大学的成员程博士说 从章鱼等投毒类动物身上可以看出 治理的收敛进化 就像蝙蝠和鸟一样 虽然它们的进化系统不同 但独立进化出了可以在天空飞翔的翅膀一样 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系统不同 但都进化出了高智商生物 一边是人类 另一边就是章鱼 实际上章鱼的治理是无脊椎动物中独一无二的 首先科学家说章鱼可以使用工具 1963年有一篇论文指出 在一只章鱼的锡盘上发现了水母触角 章鱼可以用水母的触角作为攻击和防御工具 很久以前的一篇论文就有提 说椰子章鱼可以使用工具 在没有躲避的地方 它们会带着椰子壳躲起来 在没有椰子的时候 它们就会用废弃的塑料当躲避物 海洋动物学家朱利安·芬恩博士认为 章鱼的这种行为是对未来发生的事情进行规划和预测 除此之外 章鱼打开瓶盖的行为也是非常有名的 投足了研究的权威 罗兰安德森在2010年发表了章鱼可以区分人类的论文 也就是说 即使人换了衣服 章鱼也知道谁是谁 2019年 塔玛尔·古特尼克博士还进行了一项有名的 Y型玻璃管实验 在实验中 章鱼学会了只有把脚伸向有纹理的玻璃管 才能得到食物 你可能会想 这算什么 但当你想到章鱼是软体动物时 它们的行为确实就会令人惊讶了 但更有趣的是 尽管它是非组织或社会型的动物 但它却有智慧 这很有趣 因为社会智力假设一直是讨论智力起源的主要部分 这个假设适用于人类和黑猩猩一样 具备一定水平以上智力的动物 例如 人类过去的祖先开始相互合作 开始进行更复杂的思维 并以此为跳板 进化出了更大更精密的大脑 但 这并不适用于章鱼 很多科学家认为 章鱼的智力是过去在它们失去外壳后 为了躲避捕食者而进化出的高级生存技能 所以一些进化学家认为 在解释智力的起源时 除了社会假说外 还必须考虑到生存对智力的影响 在2018年 自然大致上发表了一篇 关于生态学智力假说的论文 认为 人类高度化的大脑是从悬找食物 加工食物 躲避天敌的非常基本的生活活动计划而来的 而不是社会写作 也许有一些生物就像章鱼一样 它们是通过我们完全不同的过程和方式 获得智慧的生命体 如果它们发现了地球正星球 它们会不会把章鱼定义为智慧生命体 而并非人类